本期的航行在各大班营销管理高空 头前一直有死纳 就跟着放哩哩 天气很坏 除了气流没稳定 气流顺行 还有可能会等你说卡到 主席代表家庭顶 在面前普通人党 留意卡到气流的胸脏 下到拜计为上山基地 坐气流没去日本 但是当地露大河 气流没稳定 气流没多久 永远听到很大的声音 就跟他肯定搬去同样 永远就在三国 那不是要交代为人 等到气流变好 控制官跟他说 这座公管来的两机 后来卡到 他笑说应该要去买落头 三次左右吧 对我印象最深刻是近距离 就在我正前方 正常人 遇到这都会 有人身跑马灯 那是正常 八十五年的主称技术 就等过三次 有赶的理工室 就跟他去当地 大厘酒头 气身破得很质 还有不知的声音 但是主体不必走 因为他村外 包一顶 金属广 反正基本上 就是一个大型的比例 电流的通过气身 是适合去其他的所在 但是电池如果是太大 更是有可能对航天 或是飞行造成 不好的影响 所以在陆地之后 他顶尾在出车地的记载 要另外进行机外的检查 对流很旺盛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出现这种 突然间很强的上升 或者是下降的气流 会导致整个飞机的高度 突然间出现一个 比较剧烈的这种变化 封面的系统就在 台湾到日本之间 那接下来会更往北 会来到日本的附近 接下来一段时间 要往日本 大概都还是要留意 每日几个台湾的主称 大气不稳定 白日过到这后 相容就大了 一度和相产基地 改定 最困难要去日本的附近 除了要注意航班的状况 也要下安全带 较不安全 美式新闻台北报道 国家的警察新闻 请下车 您是新闻忙